哈喽兄弟们,我是刘哥 今天来玩 当当当当 藏王阁冲云霄的最后一位成员 巨蜥对应的就是铁头这个角色了 真的没有想到年底的时候 能够迎来藏王阁冲云霄的全部大合体 真的是太开心了 不过碍于时间所限 所以说合体的部分将会放到下一期视频 因为真的有太多内容要介绍了 一期视频放不过来啊 咱们回过头来来看一下这款巨蜥的人形表现 到头顶高度23.5公分 如果算上犀牛头的话呢 28公分,重量598克 整个外观造型依旧是他们家的一贯的风格啊 非常的健壮魁梧 看着充满力量感 这个颜值方面 我个人是可以给一个9分的高分 真的是太喜欢了 然后呢涂装做工 还有全身的一印细节呢 也是非常的精致 藏王阁冲云霄这一套的单体人形表现啊 我觉得都是非常高的水准 没话说 可踪系方面 头部是一个球形关节 抬头低头侧头 360旋转 那么手臂 清脆的齿轮关节 平抬部分 可以超过90度 二头肌 360度旋转 手肘这边也能360度旋转 手肘是双段的关节 180度 这边都是金属部件 手腕 360度旋转 还有往外90度的关节 然后呢 五指全可动 胸口这边跟獠牙一样的细节呢 是金属部件 这一块的设计我个人很喜欢啊 然后腰部 360度旋转 并且有弯腰关节 45度 下半身 前裙甲 侧裙甲都能够挑开 那么前踢 远超90度 后踢也是 侧踢 齿轮关节 也能超过90度 大腿360度旋转 膝盖弯曲 齿轮关节 正正好90度 这边也都是大块的金属部件 脚底板360度旋转 然后呢 脚尖能够上翘 接地性的话呢 能够达到60度 至于锤地POSE 摆的还是非常的标准 这款产品的可动性 包括咔咔作响的齿轮关节呢 还是相当令人满意的 最后 武器方面附带了一把双管枪 还有三把剑 另外两把在这里 造型都是各不一样 为了最终的这个合体的时候 组成大宝剑 看来这个配件附带了很多啊 那我这边呢 简单的拿上一把 摆一个POSE 给兄弟们看一下 人形的表现 还是令人非常满意的 接下来来看一下 它的变形过程了 变形第一步 处理一下手臂 先把这个盖板翻起来 然后呢 整个手掌 给它往内旋转 那这块呢 这个前肢啊 正好又往前伸了 把这块放下来 然后呢这里盖下来 那么把这里旋转180度 把两个手臂往前伸 这个前肢就变完了 翻到背包的位置 这块卡扣 给它松脱 整个的这里啊 咱们抠住 用力的往后拔 然后呢 脑袋旋转180度 给它收下去 推到底 再把这个部件呢 给它扣回去 背包这个位置 利用双关节往前挑 然后呢 这边底下 有两个部件 咱们必须要把它抠出来 那这个呢 就是兽形形态的脖子了 然后呢 这边里面啊 还有一个部件 咱们给它抠出来 让它左右两边 小片片都给它打开 然后呢 给它扣在这儿 这边呢 脖子给它恢复到位 咱们给它继续往前扣 然后呢 扣住 这边旁边都是有卡扣的 两边锁定住 牛头这边下面啊 咱们给它推出来 然后呢 利用这边的一个多段的关节 就给它扣在这儿 哇 可爱的牛头就出现了 当然你愿意的话 其实这样子就变成了 牛头人的模式了 这两个背甲 双关节 咱们给它往下挑 然后呢 这里旁边有一个部件 给它掰出来 掰出来 那目前为止 咱们先不要扣下去啊 先往上挪一点腾空间 因为后面等一下 还要变很多东西嘛 那这里呢 给它翻出来 底下再翻出来 这里就是牛尾巴的部分 手臂下方 这边有个银色部件 咱们需要把它推出来 那这里啊 给它调开来 然后呢 打到后面去 然后这手臂啊 咱们利用双关节 从上面给它搓到下面来 你看 下面有一个凹槽 给它扣进去 就可以了 接着 下半身呢 旋转 180度 然后呢 把两个前裙甲 咱们给它往上挑 两个侧裙甲呢 咱们要给它掰到 屁股后方的这个位置 来变腿部了 首先这边利用工具 给它用力的往内推 这块有个卡扣 松脱开来 整个拔出来 那这边呢 也有个卡扣 松脱一下 那这个膝盖就松了 然后呢 我们再把这里啊 给它掰出来 这个是后肢的部分 然后呢 这里给它扣好 这边给它旋转180度 这边呢 脚给它往前伸 现在利用这个滑槽啊 大腿收纳进小腿 旁边这边卡扣呢 给它固定住 那这个腿部就固定紧了 再把这一片呢 给它利用双关节扣在这儿 现在来收纳脚底板了 首先这边挑起来 然后呢 这里旋转180度 再把这里旋转180度 那么这个地方 后脚跟的位置啊 再旋转180度 再把它旋转回去 其实就是把前脚掌跟后脚跟 全部都旋转180度嘛 就这么简单 然后呢 咱们这边利用它的这个双关节啊 把它整个脚板 给它推紧 推小 然后可以看到 这边凹槽 跟这边脚板底下的凸起 用力的给它扣紧 就OK了 两边腿部变好之后啊 就可以进行一个合并了 然后我们现在啊 就可以把这块金色部件呢 双关节 现在就可以给它覆盖下来了 再把这边后方呢 给它进行一个旋转 就你们看了 正好这边两个凹槽 跟这里两个凸起 整个给它包裹上去扣好 然后刚才人形的侧裙甲 就可以给它扣在这个地方了 第一个卡扣扣这儿 底下这里呢 还有个卡扣扣好 后方这边 咱们把这里扣开来 然后啊 这里面有两个炮 咱们要给它旋转出来 给它调整好位置一下 冲上 然后呢 我们再把这边 全部给它扣下来 这边后方是有卡扣的 固定上 这个尾巴就扣好了 最后是武器了 这边一个横的 然后呢 插在这个地方 这个是一种搭载 然后另外一种呢 就是这边竖着 插在这个背上 我个人更喜欢插背上啊 再把嘴巴给张开 好 那巨蜥的犀牛形态 就已经变形 完成 那么这款巨蜥的犀牛形态 还原度同样也是非常高的 有脖子 有尾巴 整个肌肉线条 非常的仿生 这样子的一个表现啊 真的是很难让人不爱啊 那么在可动性方面 首先这个头部啊 因为它是多段关节 所以说可动性是非常高的 你好啊 你好 你 这个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然后呢 嘴巴是可以张开来 这么大的一个角度 啊 里面这里也是金属部件啊 这边前肢呢 就是人形的手臂 这个我就不演示了 底下是一个球形关节 接地性 还有旋转啊 角度都是挺大的 那么后肢别看它很短小啊 其实你看 掰开的话呢 也有差不多70度的角度 往后90度的弯折 没有问题 尾巴的活动角度呢 也是非常大的 还能进行左右的晃动 来 简单摆个要冲刺的一个造型 非常的棒啊 那么接下来呢 再来看一下 它的合体形态 究竟是如何变的 首先先来收纳一下尾巴 把这边金色的这里折一下 再把这里呢 折一下 这边卡扣给它松脱 然后呢 这里卡扣也是松脱 然后呢 把这边也是卡扣松脱 然后整个的这个手臂啊 给它继续恢复到人形的 就是冲前的这个位置 给它扣好 然后这个裙甲呢 咱们就给它旋转一下 给它收纳在这个地方 把犀牛头给它掰开 这里啊 卡扣松脱 然后整个的背部呢 给它往后拉 这边给它挑起来 然后这边啊 两个部件 继续给它恢复到人形背包 差不多的这样一个状态 把这里给它挑下来 这两片呢 给它聚拢收纳下去 整个这边给它恢复到位 再给它扣回去 那么把这个头啊 旋转一下 给它冲前 这个样子 嘴巴你爱张不张都行 这边人形胸口位置 这块部件抠松 然后呢 整个利用这里双关节啊 咱们把这里 整个的给它掰开来 然后把这块部件 给它收纳下去 这里呢 就是膝盖位置的连接位点了 再把这里呢 利用双关节 给它扣在这边底下 把这边肩甲 给它挑开来 兄弟们看了 这里有个黑黑的凸起啊 正好可以跟这里的一个凹槽 形成一个结合 然后整个的这边的 牛蹄 牛前肢 给它弯折一下 弯到这个地方 然后这边呢 给它调整一下位置 整个的尽量的往内捏 然后这边给它尽量往内收 然后这个地方啊 咱们又给它扣在这里 你看正好这里的凹槽呢 底在这儿 它这个手臂就固定紧了 再把手肘银色的部件 给它扣上来 这边后方给它扣松 然后呢 这块板件也给它扣松 这里啊 旋转180度 兄弟们看好了 这个地方呢 两个凸起 正好跟这边后支位置 两个凹槽 形成一个结合 给它扣紧 然后呢 这块部件啊 给它翻折下来 扣在这儿 把这个部件给它翻开 然后呢 这个啊 就给它收纳在这个位置 然后兄弟们看了 这里啊 咱们要把它往外推一下 正好呢 这样子就可以锁定住了 这块就非常紧了 两边都变好之后啊 我们再把这边 给它扣紧 然后呢 这块部件啊 继续给它扣上 这边就锁定好了 然后呢 再把这个炮啊 咱们给它进行收纳 给它收纳回去 旋转一下 然后呢 嵌在这个地方 扣好 再把这个部分呢 给它卡扣 扣紧 然后呢 这个犀牛头啊 给它放下来 好 好可爱啊 那这个样子呢 这款巨蜥的 合体右腿啊 咱们就已经变形完成了 好粗壮的感觉 然后呢 所有的卡扣啊 都是严丝合缝的 所以说你看 一体性方面 没有任何的问题 不会有松垮的感觉 咱们再拿出 大脚板驰狼 那么上一款的雷远啊 其实附带了很多的部件 我们需要安装在这边 脚底板的位置 首先 这个部件呢 给它扣在这儿 这个部件 咱们这里给它旋转上来 然后呢 通过这边的滑槽啊 咱们给它推进去 这边旁边有两个部件 正好啊 扣在这边的两个凹洞之中 就可以非常紧实的固定住 翻到脚底板 把这边狼爪呢 给它放到后面来 然后呢 拿出这个部件啊 通过这里的卡扣 给它扣在这边底下 这样子多处的加固之后啊 这个脚底板呢 真的是尖如磐石了 咱们装进去 看一下最后的效果 哇 给它推紧 推远来看一下 哇 好粗壮的 合体的右腿啊 可以说 藏王阁冲一销 这些单体的成员 三种形态的表现 我觉得都是 非常的强的 看到这个合体的右腿 已经按捺不住 想要最终合体了 不要着急啊 合体的视频呢 下一期就给兄弟们奉上 让我稍微休息一下 调整一下心情 然后呢 把这个麒麟臂 准备好 毕竟这款合体啊 绝对是又大又沉 OK 那么今天视频就结束了 咱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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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